Hello大家好,我是悠悠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明侦探柯南第851集 移动的目标 这天柯南急急忙忙的跑回家 眼看已经8点了 要是再不回家的话 肯定要被小兰说死了 进阶里就听到了一声尖叫 随即看到一个人从天台掉了下来 眼看楼下还有一个男人 在那边傻乎乎的站着 没有意识到危险的来临 于是乎柯南赶紧拿出足球 一个飞踢 成功的将男子踢飞 掉在了垃圾车里 而这个差点被杂中的男子 还一副后知后觉的样子 幸好这个路来垃圾车里的 醉酒男子也没大事 之后警察和救护车马上赶到 证实了 掉了的男子叫做戴小鹿征夫 这时路边的一个男子说 这个人应该是想要自杀吧 因为他常常听到他的酒馆里面说 因为做什么都不顺利 所以有自杀的念头 所以说这位傻乎乎的男子小松君 竟然差点是被一个要自杀的男子压死吗 小松还看完笑说 从以前开始 自己的运气就确实很差 柯南笑呵呵 毕竟他自己的运气也不太好呢 隔天知道了 这件事的上一阵案团 非要带柯南再次回到 昨晚的案发现场 几个人走到案发现场 竟然发现这边拒绝警察 而昨晚的警察也认出了 柯南这个小孩 而警察之所以在这里 是因为发现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现在刚好处于 联休期间 出入口都关着 所以要排到顶楼的话 只有从逃生机才有办法上去 但是戴小鹿先生 昨晚喝的很醉 根本连站都站不稳 所以他肯定是500%楼梯的 照这个情况看 肯定是某个人 把喝的烂醉 戴小鹿背上顶楼 再把他推了下去 所以说这个案子 根本就不是自杀未遂 而是谋杀案 而凶手很有可能 就是昨天混在 开战的人群里 所以就想问问柯南 昨晚有没有发现 什么可疑人物 柯南回答说没有 他想去顶楼看看 说不好能想起什么 几个人来到顶楼 柯南注意到 栏杆上有擦拭的痕迹 柯南觉得奇怪的是 为什么凶手要费这么大劲 把他搬到顶楼 再伪装城市自杀呢 接着柯南发现 另一边栏杆上 也有同样的擦拭痕迹 高牧觉得 会不会是凶手 本来打算 从这边的栏杆扔下去 结果戴小鹿抵抗了 所以只好又找了 另一边的栏杆 但柯南觉得不对 戴小鹿喝的这么醉 根本没有办法抵抗 接着千叶警官也过来了 他说戴小鹿因为喝醉的缘故 完全忘记了昨天的事情 并且还说 自己是竞争社会的人生输家 照理来说 根本不会有人恨他才对 可是他确实是差点被人杀掉 柯南总觉得不对劲 另一边 昨晚差点被杀到了小松先生 带了朋友雪谷 过来了案发现场 看到柯南几个人过来 还向他们热情的介绍雪谷 是他最自豪的朋友 说他不仅做事快 运动神经发达 还是个有钱人家的大少爷 他和雪谷一起进的公司 但是两个人完全不一样 雪谷就是一个非常有自信的人 还听说他的人生到现在为止 都没有经历过一次挫折 然后又说自己就是一个运气很差的人 柯南说确实 不然你也不会昨天刚好经过这里 就差点没命 但是小松说 他昨晚不是恰好经过这里 他其实是在等人 因为有个不认识的女孩子 给他写了情书 但是可能由于昨晚的那个案件 最后他没有见到那个女孩子 小松还说 他是约好了八点在这里见面 本来想在路口处等他 结果后来发现 自己的手表突然不工作了 于是就急匆匆的去到有时钟的地方 而当他站在有时钟的地方 改小路就掉了下来 柯南听到后 赶紧按照他说的线索去找 没错 小松先生一开始站的地方 就是他们在顶楼发现 另一个有擦拭痕迹的地方 对下来的位置 虽然之前高木说可能是因为 戴小路一开始抵抗 凶手才会找另一位一出栏杆 让他扔下去 但是照现在这个情况看 恐怕凶手会换地方的原因是 他想要杀的目标移动了 也就是说凶手不只想要杀戴小路 还想要杀小松先生 这么说了凶手一定是同时对戴小路和小松 怀恨在心的人 于是几人马上跑过去问小松先生 有没有什么人对他怀恨在心 小松觉得这是不可能的 根本没有人会恨他 这时柯南说想看看小松先生说到的情书 但是到了小松先生家看了情书 发言这情书也没啥 小爱觉得奇怪的是 这情书上面就写了个地点 根本没有写人的名字 小松怎么还傻乎乎就跑过去了 但是小松说 他其实现在已经有喜欢的女孩子了 会去复约也只是想跟这个送情书的女孩子说清楚 柯南觉得还有一个很奇怪的点 就是信上写人 和小松先生在当天见面时 一定要把信随身带着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跟泰点人认为是 可能犯人想让这封信 事后再拿回去毁灭证据 但是小爱认为 哪怕事情成功 犯人也根本没有机会再拿回这封信 就在几人冥思苦想时 小松先生的肚子发出了咕噜噜的声音 他看上去 似乎都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的可怕性 然后就说 在这几个小孩一起去吃午饭 在进餐厅前 小松一脸吃笑的看上餐厅里的一个女服务员笑子 话他漂亮又能感 小爱说 莫非这就是你的心意对象吗 小松一脸 你们怎么知道的害羞表情 这个男人还真是傻的可爱 吃饱喝足后 小松说 他每天中午都会来这家餐厅吃饭 因为离开了公司很近 还说他的朋友雪谷 之前也是常常来这家餐厅吃饭 但是最近好像不怎么来了 说完就去上厕所了 这时柯南问起了女服务员笑子 因为他刚才注意到 在说雪谷的时候 孝子脸色有点奇怪 孝子说 没想到真的被你识破了 他说在半个月前 雪谷先生要请他去约会 但是孝子拒绝约会后 雪谷就没有来用过餐了 冯美说 雪谷先生比你长得还挺帅的 为什么孝子要拒绝他呀 孝子说 他其实很不吃这种 自以为是一副不得了的样子 接着还说 比起雪谷 他反而更欣赏小松先生的这种类型 小松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神明的存在 认为他虽然一直遇上倒霉的事情 但相信 总有一天会有幸运降严在自己身上 因为老天爷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 还对此深信不疑 是个傻乎乎又可爱的男孩子 随即孝子察觉到自己的感情表露的过多了 马上害羞的离开 去帮客他们准备甜点 待人离开后 几个人在一块讨论 看来不只是小松先生单恋孝子 孝子对他也有好感呢 而且看样子周围的人似乎也都是知道的 就只剩下小松这个迟钝家伙没有看出来了 这时柯南说已经知道胸肉是谁了 就是小松的朋友雪谷 之前小松说雪谷是刚好来这边附近 才会顺便绕过来看他的 但事实是雪谷每天都会来这里 所以他当时的小松碰面 就是为了想要说他有没有察觉到犯人就是自己 虽然现在只能证实一半的可能性 毕竟关于带小路那边还不清楚 所以另一半就需要看警察查的怎么样了 几个人找到高穆他们 高穆说昨天晚上带小路本来是一个人在酒馆喝酒的 只是突然来了一个陌生男人过来陪他一起喝酒 两个人喝的不尽心就转移到了另一家酒馆 而关于那个陌生男人的外貌 店家说他是穿了皱巴巴的衣服 头发也乱喷喷的 另外这个男人体型是高高大大的 像是运动员 虽然这和印象中的雪谷先生问傲不同 但是体型却骗不了人 看来就是雪谷不会错了 但是千叶说昨晚那个陌生男子和那个案子似乎没有关系 因为他们听戴小路说他和那个男人昨晚是第一次见面 这么说来那个男子似乎根本没有杀害戴小路的动机 柯南觉得那会不会是雪谷的目的根本就不是一时而鸟 而从头到尾就只有小松先生一个人 接着几个人带上孝子小姐然后将小松和雪谷约了出来 人一到柯南就开口对雪谷说 大哥哥是一直都很顺风顺水真是了不起啊 但是雪谷之前被孝子小姐拒绝过应该受了不小的打击吧 所以还想出这次可怕的计划 接着对小松说昨晚的犯人就是雪谷 情书也是他写的 把带小路推下去的人也是他 柯南继续说 雪谷应该事先假扮成女人的口吻 给小松写了情书之后就伪装一犯 去和带小路喝酒 再把喝的烂醉带小路带到顶楼 然后就想要把带小路从顶楼扔到小松的身上 而雪谷先生这么做的目的 就是要打击曾经拒绝他的孝子小姐 如果计划成功的话 带小路和小松就会当场死亡 而之后孝子看到 因为赴孕而死的小松就会很难过 之后雪谷就可以狠狠地吵着他了 所以雪谷才会要求小松一定要带着信 就是为了能够让孝子看到 并联想要整件事情 听了柯南话的小松还是糊里糊涂 哪怕他真的因为这件事情死掉了 为什么孝子小姐还会难过呢 在看到孝子害羞的表情后 小松才意识到原来如此 竟然真是个迟钝的男人 而最后很重要的一点是 为什么雪谷会选择带小路呢 其实是因为他就是随便选的 因为如果只会用砖块砸的话 肯定会不会看出来这是一起谋杀案 所以他想到了把活人弄成凶刺办法 相信警方也应该意料不到 所以雪谷就只是为了杀害小松 而到处找目标随机杀人 而最后选择带小路是因为他常常有自杀的念头 相信他如果有一天真的自杀了 别人也不会觉得奇怪 雪谷听完后并没有反驳柯南的一番话 说这种垃圾活着也没有意思 紧接着木木警官等人赶过来了 柯南立马说 雪谷已经承认自己是犯人了 但是雪谷觉得没有证据你们奈何不了我 还说这位犯人是一个很优秀的人 是绝对不会留下不利于自己的证据 但是高木马上拿出了犯人的毛发 说是在带小路口袋里面找到的 相信应该是犯人在把带小路扔下去的时候 不小心缠到了吧 所以就希望雪谷能回去配合他们检查 随即雪谷说 虽然这个毛发也不能证明什么 但是他还承认他就是犯人 因为他哪怕有一千万个理由脱罪 他也不会做这种垂屎真大的事情 不符合他的风格 这个男人还真是死到临头还装 不过倒是给这个傻乎乎的小松一次恋爱机会 看来真是傻人有傻福啊 好了 这次讲解在这里就结束了 点赞关注评论窗走一波呀 我们不见不散了 不见不开刀 まあ